河田紫廖的皮子分很多种 现在很流行玩皮 你看这一款 它皮子就是这么一溜一溜的 枣红皮 为什么其他部位 它不容易浸染进去皮子呢 是因为河田玉在形成皮子的过程当中 是长了一个时间段 这个在玉制松的地方 它会浸染进去皮色 所以说现在贵重的一些 叫撒金皮 就是浮的表层 肉质里面很难浸染进去这个皮色 那这款皮子呢 为什么就这么深的枣红皮 是因为里面的肉质呢 都是很理想 所以说这种浸染呢 很容易浸染进去 所以说玩这种料呢 就叫玩形状和外皮 不建议切割 加工什么东西 像这种的呢 就可以充分的设计来雕刻了 喜欢翡翠河田玉 想要了解更多知识 欣赏更多美丽就可以关注 我们是一家呢 专业做翡翠河田玉批发的 一个正规实体公司 全国规模数一数二 可以过来实体感军上 也是黄浦区 几万件货品 都是全国各地 随着工厂工作室 断绑底压 其实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性价比非常的高 货品保证啊 看一块这款黄金皮的大原始啊 自然游落细米 正宗的新疆客天域紫调 正品真子 支持全国附件 七天鉴赏器 而且特别好一点 终身矿货 各种成品 摆件 原始手作台子 把价挂架啊 非常的多 如果说你是想要投资收藏啊 开店做代理 铺货 开会所都不要错过了 这图片里面可以点起来啊 这些都是重点 可以一起交流 探讨欣赏 各种料子 浸料 皮色 百度好的 都很多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啊 喜欢什么题材类型 下方可以留言 下个视频的话 我们一起可以探讨交流 而且也有不定时的 这个简陋拍卖活动 宁愿起拍的 可以参与进来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